哦,我倒是谁呢,原来是有名的发情公鸡啊 丁鹏,樊逢道 听闻过公鸡公子无论走到哪里身边都要带四个绝色美女 就好像怕别人不知道他那方面的能力很强似的 不过我听人说,越是炫什么,其实就是越缺什么 你妹的,找死啊 陈锋的脸色一下子绿了起来 丁鹏,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顽固 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讥讽他那方面的能力不行 是可忍,孰不可忍 梁御医一手拉住发怒的陈锋,十分淡定地说道 此言的确有理 所以丁鹏少爷不用在我们面前显摆你那可怜的智商 呵呵,此言有理 陈锋拍手赞了起来 丁鹏看了梁御医一眼露出亚异之色 轻轻哼了一声,也就不再说话了 梁御医内心更是惊奇 他本就是商萌出身 许久之前对于丁鹏的听闻也并不少 只知道是块烂泥,根本扶不上墙 即便是宋岳扬城的时候,实力也是低的没边了 可现在一看,不仅一下子冲到了低阶武尊 而且气宇不凡,似乎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而且观丁鹏身边的舞者各个都是气息内敛 呼吸清缓,显然是高手 他本也是财貌双全之辈,一下子就露出了深思 丁鹏身上的变化似乎寓意着天元商会在暗潮涌动着什么 他虽已不是商萌之人,但始终有渊源 而且商萌的发展局势也牵动着七大超级势力的目光 两人斗了一下嘴,便由于丁鹏的退让而终止了 一名中年男子突然说道 听闻天元商会在四处招兵买马,吸纳了不少高手加入 众人的目光一下望了过去 说话之人心宽体胖,满脸富态 正是雷锋商会的大掌柜朱月尊 丁鹏冷哼道 月尊大掌柜有意见 当然没,这是你们商会的事,与我何干 朱月尊淡然道 只是太久没见过令尊了 甚是有些想念,不知道令尊近况可好 丁鹏点头道 多谢关心,家父很好 对方明白了是打探丁山的消息 他一下就含糊了过去 朱月尊轻皱了一下眉头 似乎猜到了是这个结果,也不以为意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来厉,实力竟然如此之巧 一人忍不住开口问道,眼里望着远处的激战震惊连连 朱月尊导,这些人凭空而出,看着实力似乎是骨不小的力量 但再如何自负,也不该打伤盟的主意 杀了他们,正好是杀鸡敬猴,以敬校友 我看那紫发小子,似乎有点印象,好像在哪里听过此人 一名老者皱着眉头苦思起来,难难道,似乎是个大煞行 一人突然说道,阁下说的莫非是十年前冬裕被人连途三成的那桩惨案的凶手 诶,对啊,正是 老者猛然惊呼起来,震惊道 当年冬裕被人连途三成,凶手的手段残忍至极 红月城通告天下缉拿凶手却无果,似乎也是紫色长发,狠利异常 陈锋眉头微扬,说道 你们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印象 当时这事太过恶劣了,天下震动 后来那凶手就好像消失了一般 梁御医吃惊道 这紫发之人,看上去也不过约磨三十来岁 十年前就有本事屠戮三成 想不到,竟是如此凶残之辈 今日也算是死有余辜了 因果终有报,出来混的,迟早要还 就不知道此人这么多年来躲在何处 又为什么现在一下子就出来了 我看哪,这几个人都是穷凶极恶之辈 似乎属于某种势力 众人各自议论纷纷起来,阐述着自己的猜测 丁鹏淡然道 他们是什么人,有过何等经历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触犯了伤盟,就该得到应有的下场 朱叶尊也是不住地点头道 正是这个道理 众人都是脸色微变,知道他们是在拿此事教育大家 不少人不满地哼哼唧唧起来,却也不敢站出来 公然表态 远处的紫发男子似乎杀得发狂,已经是浑身染血,面目全非了 手中一口长剑也裂出了道道口子,触目惊心 哼,过瘾啊,死前能够这样尽情的狂杀一通 也不枉这趟心严惩之行了 紫发男子仰天大笑起来,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周围之人都是怒目原睁,但也心头震撼不已,异常的警惕 眼前这人是真的兴奋,而不是快死的那种发狂 似乎天生就是为了杀戮而生的变态 咳咳,咳咳,紫发男子在大笑之后触动了伤势 重重的咳嗽了几下,吐出大口的血来,还有内脏碎末 他依然笑个不停 老六那个废物临死了,拖了一个 这下看我的,不知道能拉几个下去 他的笑声一下子戛然而止 但笑容却变得更为妖异起来 不好!四周之人顿时感到不妙 他们都是高阶五地强者 那种对危险的本能反应让所有人内心一颤 特别是那些非伤盟之人 本来就是出力不卖命的 更是瞬间就朝着身后退去 只有那些引甲卫士眼中闪过灵力之色 大喝着长剑斩落 空中划过七八道剑影 随即一道紫芒横空 紫发男子讥讽地冷笑一声 身体一下子胀大一倍有余 一道紫色圆环在他胸前凝成 恐怖的气息散了出来 他要自爆!来不及了!快结针! 白镜脸色大变急忙下达命令 同时自己欲齿一横 一圈青光射了出去 引甲卫士们也纷纷收剑而立 长剑上荡出道道连衣 层层叠叠组合在一起 形成一张密密麻麻的剑网 都给我陪葬吧 很想知道可以拖走几人呢 紫发男子大笑一声 身体砰的一下爆开 一股凶猛的距离瞬间轰开 一下子冲击在剑网上 啪啪啪 所有引甲卫士像是担子一样被弹开 射入尘灰之内生死未卜 自爆的浩瀚之力席卷开来 更是像漩涡一样旋转 压在白晋的玉齿轻光上 将他也震得七昏八素 不断地吐出血来 还有几名其他舞者 没有来得及逃走 当场就被冲击得粉身碎骨 远处之人都是看得心惊胆寒 漩涡持续了一段时间 才渐渐消退 大地上也浮现出漩涡扫过的痕迹 变得满目疮痍 白晋再次吐出一大口血 整个人瞬间变得虚弱无比 从空中坠了下去 不远处的全先生眼里光芒闪动一下 再次灰暗下来 他也知道自己结束难逃了 脸上满是不甘 护明日立声道 你的同伴已经全部服输 还要做无谓的赋予抵抗吗 亦或者你也想拉几个垫背的 全惨然一笑道 我对杀人并没有太大兴趣 跟这几个傻瓜不同 无法体会那种杀人的乐趣 柯同光 面色冰冷 寒声说道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是受何人指使 全先生道 有本事 你们自己去查呀 紫发男子死后 他也万念俱灭 看着凌空而来的各种攻击 也不再抵抗了 而是将所有力量一下凝聚在指尖 猛地朝虚空中一点 指尖之下 恐怖的力量爆开 震得整个空间一颤 一个拳头大小的黑洞浮现出来 众人都是眉头一皱 显得有些恶然起来 但各种刀剑兵器 一下子尽数斩在他身上 呸 胸口更是被护明日的颤刀 直接刺穿 全先生猛地吐出一口血 眼中一下子凄迷起来 但一咬自己的舌头 顿时脑中恢复了一丝清明 只见他指尖往回一消 竟然将自己的一截手指切了下来 随后再一弹 搜 那截手指瞬间化作一道光芒 射入黑洞之内 黑洞中的能量不断地发出声音 并且一下子封闭起来 不好 柯同光猛地一惊 瞳孔张的老大惊呼道 空间戒子 众人都是浑身一颤 那截断纸上正带着全的空间戒子 想来那神剑星灭必然在戒子之内 我不喜欢杀人 但我更不喜欢任务失败 全惨然一笑 但眼中却是带着得意之色 黑黑地说道 既然失败 就直接把任务毁了 去死 护明日大吼一声 猛地将战刀从他体内拔了出来 在凌空一斩 瞬间将全先生斩成两半 由于之前流血过多 整个人被劈开后 都没有什么血喷出来 就这样静静地倒了下去 怎么办 柯同光惊道 焦急地乱跳不已 现在贼子全部服输了 但神剑星灭 却是没能找回 而且有可能永远地遗失在黑暗空间 放心吧 戒子没事 突然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众人只是察觉到空间似乎在微微颤抖 却不见人影 护明日和柯同光等万宝楼之人 几乎是同时惊呼起来 成长老的声音之内带着极度的喜悦 那道声音并不理会众人 只是冷冷地说道 阁下窃取了我们的胜利果实 难道不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吗 交代 什么交代 是杀掉你吗 一道更为冰冷的雄魂之声响起